地方人士他是有權利來關心這個住戶的安全 但是他碰到我第一時間他就有點責問我說 甚至有點就是有點手有點的動作說 你為什麼說我們這個市府沒有關心 你不可以這樣子 那我當時就很納悶啊 我心想你不是站在這個民眾這一方嗎 但是他旁邊的這個先生也從側目側眼 一直很不友善的看著我 那當然我本來都不以為意 這個房子傾斜的現場這裡 確實在晚上的時候燈光比較昏暗 但是只要我不走 我後面那個先生 或者是在我這個對面的先生跟著我的人 他就不走 那當時我也覺得說是不是誤會他了 所以我就刻意就不走 就看他會不會走 結果他也沒有走 我再往前走幾步他又跟著我走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有點恐懼 再加上昨天我的車子 我的車子是停在這裡24小時 都有人 而且是停車格 那車子的前頭都是公部門的車子 那為什麼這個檳榔汁 會吐在我的車子的臉上 這種種的跡象都讓我有點心生畏懼 但是問題是我們絕對不會向這些地方的二勢力來低頭 尤其是責怪我的人 他們都是跟這個背景跟房子有關 其實我一直很不願意說的是第一時間大家到現場來關心 那麼這位地方人士 他是有權利來關心這個住戶的安全 但是他碰到我第一時間他就有點責問我說 甚至有點就是有點手有點的動作說 你為什麼說我們這個市府沒有關心 你不可以這樣子 那我當時候就很納悶 我心想你不是站在這個民眾這一方嗎 因為這位地方的人士他確實是有權利來關心這個 每一個的這個受災的住戶 我當時候就很納悶 為什麼會講這樣子的話 就口頭就責問我 責怪我說 這個對外的這個發言 怎麼可以說市政府沒有關心這些住戶 沒有接受到陳情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納悶 因為這個也是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這個昨天他也有一次 就是也想要來找我講這件事 那當然最後因為我也在閃避他 因為他的動作確實是相當的不友善 那站在他旁邊的這個民眾 我希望我不是 我們不是去刻意去講說標形大汗 就一定是跟黑衣人有關 但是他旁邊的這個先生 也從側目側眼一直很不友善的看著我 那當然我本來都不以為意 這是我們應該要監督市政 來關心受災戶 這本來就是身為民意代表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發生這樣子的一個小口角 我是不以為意 但是呢 那個狀況我是覺得有點離譜的是 因為這個現場 這個 這個 這個房子傾斜的現場這裡 確實在晚上的時候 燈光比較昏暗 我們走在這個地上都要 都要小心說 會不會有這個階梯的落差 會不會跌倒 所以這個現場是有昏暗的情形 那當然身為這個單身的女性 我都會讓我身後 我背後的這個男性先走 因為這是我的一個用路的一個安全感 但是只要我不走 我後面那個先生 或者是在我這個對面的先生 跟著我的人 他就不走 那當時候我也覺得說 是不是誤會他了 所以我就刻意 就不走 就看他會不會走 結果他也沒有走 我再往前走幾步 他又跟著我走 所以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有點恐懼 再加上昨天我的車子 我的車子是停在這裡 24小時都有人 而且是停車格 那車子的前頭 都是公部門的車子 那為什麼這個檳榔汁 會吐在我的車子的臉上 這種種的跡象 都讓我有點心生畏懼 但是問題是 我們絕對不會 向這些地方的二勢力來低頭 尤其是責怪我的人 他們都是跟這個背景 跟房子有關 所以我也難免也會擔心說 那這些這個受災戶 他們的這個背後 如果要重建的話 我也會擔心說 這個重建的這個勢力 會不會不單純 我們希望說 大家真心誠意 一起來幫這些受災戶 解決他們居住的問題 重建他們的家園 而不要有這麼多的 這個地方的這個不好的勢力來介入 那這個情況就是 是昨天有嗎 還是之前其實就已經有 其實第一時間 我要強調是第一時間 我不能 我感到很納悶的事 也不能理解的事 這位責怪我的人 跟我同樣都 應該是要關心這個居民的 其實他知道房子有這個 軍列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 他是知道最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發生 房子發生這個傾倒 這個已經下線到一層樓了 他看到我 或者他他到現場 怎麼會只關心我的發言 怎麼會說什麼市政府沒有關心啊 我怎麼可以這樣講啊 甚至我覺得那個 憲地氣都要出來了 所以之後我就一直在避著他 那我很不能理解的是 他是有權利來關心居民的人 為什麼會第一時間 對我說這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我未住戶的這個安全 這個後續的重建的安全 也感到相當的憂慮了 憲遠 這些事例的背後 是不是比較好 跟建商有點關係 因為建商到現在 還沒有正面出來 對外說明 但是卻有這樣子的狀況 會覺得說不太好 因為這個 我覺得要有一分證據 講一分話啦 今天我是針對我自己 人身的安全 以及我對於這個 該有作為而沒有作為 只會怪民意代表說 為什麼說 說政府沒有負責這樣子的話 我今天是針對這件事情來做回應 那至於這個 對方是不是建商 我希望不是 所以議員 你現在就是知道這個人的身分 我早就知道了 因為我覺得第一時間 他也是最有權利來關心的 對不對 那大家一起來關心 他怎麼會第一時間指責我說 怎麼會講說什麼 這個政府沒有關心 那沒有接受到陳情 我在我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 因為這個房子 軍列 那這個狀況 他起碼知道 我看有半年吧 他是知道最清楚的人 為什麼不關心居民 為什麼只會指責民意代表 這個對外的發言 就是政府沒有關心 你應該是站在民眾這一方 而不是站在官方 或者您是站在 這個 我不願意 我不願意去彩測說 甚至我懷疑 你是不是站在 這個 這個 建商這一方 所以這個人是當地的人嗎 當地的地方人士 當地的地方人士 所以就是他跟建商那邊 距你所知是 一定都認識 那又還想問的是就是 因為今天早上 王文威也要去地檢所告發 這個建商 那您昨天是不是 本來也是要跟 王世堅議員一起去 對 那昨天是因為下午 突然有這個 爭論的關係 所以就是這個 我們也尾由 就是跟王世堅 王議員 其實王議員 跟我在這個 大致關心這個 這個房子 軍列 居民的這個 房子居住的 安全的問題 其實王世堅議員 跟我也關心蠻久了 那昨天就是 先 第一時間他也 跟我說 他要到地檢署 去按名申告 那 王世堅議員 做了這件事情 那王鴻威 後面才尾隨跟著做 這難免 會讓人去聯想到說 王鴻威委員 這樣子的動作 根本就是假動作 其實 第一時間 李四川複製 副市長到現場的時候 當時候他還在找姬太 姬太的負責人呢 姬太有沒有人願意 姬太的人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出來面對 李四川在找姬太的時候 王鴻威不就在旁邊嗎 姬太捐錢給王鴻威 捐了兩筆 一共30萬 難道王鴻威 不認識姬太嗎 最起碼也要幫忙 李四川副市長來協助 來找姬太吧 所以我想 再加上第一時間王鴻威王委員在戴工地帽的時候 在那邊嬉笑 這已經是讓這個居民對他的觀感極差 所以我們不難免會聯想到說王鴻威現在就是在拯救自己的選情 好我想說不怕是騙人的 但是我們不畏懼喔 我們不向二私立去低頭 那昨天第一時間我也有打電話到警察局了 那我們當然是不會不想去浪費這個警力啦 那如果說這些二私立還要朝向我 對我這樣子做一個直接或間接的恐嚇 我們也不怕 我也不畏懼 因為我是站在民眾這一方 明天上 很難免會 這次有兩千萬人就是照明天的 這次可以的 好風